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网上看到了消息说好像是9月8号到9月15号晚上滴滴要停止服务 就是因为配合因为之前出现的一些风波的整改的行动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我相信各位其实最近在网上有很多舆论也看到了 就是因为前几个月在河南地区因为一位空姐晚上打顺风车 然后被这个车主杀了闹出了很大的风波 然后呢网上不断的对滴滴的安全性的问题提出了质疑 然后声讨他 在这个事情可能在过了几个月还没有完全平息的时候呢 大概是上个礼拜又出现了在浙江省 又出现了一次这个滴滴顺风车车主 然后先是强奸然后再是杀人的这么一个事件 当然这个事件没过多久就是说大概过了大概几个小时 滴滴的这个官方就已经通报了说这个杀人的这个嫌疑人呢 已经被警方抓获了 但是还是止不住网上有越来越多的网民发出声音 或者是说各个方面的新闻媒体在推播助澜 导致对于滴滴的声讨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事件来看 从某些角度来看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大多数的网民还是比较愚昧无知的 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想问一下各位 就是说你们觉得以前的出租车安全吗 你们以前觉得就是黑车安全吗 其实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的科技发展到今天 滴滴打车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 都是比出租车还有比黑车 还有可能比其他的一些这个网约车 要相对安全很多的 坦白讲我自己是滴滴打车的这个重度用户 基本上我在北京只要出门的话 都会打滴滴打车 然后呢我也是他们的这个什么 钻石会员或者是黑金会员 当然这个不重要 我是想说的是我自己做滴滴的体验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虽然没有百分之百满意 但是我觉得对于滴滴打车的这个满意度 已经超过了出租车的满意度 还有就是说为什么说滴滴打车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呢 你想一想如果你以前去做这个出租车 或者说你以前去做其他的一些什么黑车这种消灯工具 双方就乘客和司机 双方是不知道对方信息的 就是说等于说乘客和司机是双忙的情况下进行服务 就是说司机把车开到什么地方 司机可能信什么 司机的电话号码 比如说以及司机的个人信息 你可能都是不知道的 就是说导致如果司机要做案的话 你基本上没有任何防范的风险的措施和行为 但是滴打车这个事情 我觉得安全性上已经高出很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双方是知道对方信息的 比如说你知道司机姓什么 你知道司机的名字 你知道司机在这个城市里面服务多久了 有接了多少滴滴的订单 然后你知道司机的电话号码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说 双方的这个行驶路线一定是在滴滴打车的平台内部 他们有这个行车记录的 包括你自己也能看到行车的记录 这就大大提高了这个出行安全性 比如说你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你的路线在手机上 还有在滴滴公司内部的数据库里面 肯定是有显示的 万一出了事情 他可以通过查找行事轨迹 或者说查找这个这个司机的名字 然后车牌号 然后这个通过手机联系司机都是可以的 等于说万一如果出问题报案的话 他也能够迅速破案 就比如说这次在浙江出事 就是可以迅速破案 就是说可以找到这个行车的轨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 科技都是越来越保障人的出行安全 其实你如果有心思能够独立思考的话 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出租车司机杀人 或者说黑车司机杀人的案子 比滴滴出事情的案子多得多 只是可能媒体没有报道而已 但是滴滴呢可能就因为今年出了这么两起的恶性案件 就被广大网民声讨 我觉得这个坦白讲是不太合适的 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单独的治安性事件 是一个恶性事件 那个人坦白讲就是想杀人 就是想强奸 就是想出来犯事情的 就是说你他哪怕不去开滴滴 他有其他方式 比如说他去开黑车 对不对 他也可以杀人 所以这个坦白讲 滴滴责任 滴滴做一个出行的工具责任 并没有那么大 这个事情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某人从某个超市 然后买了把菜刀 上街去砍人 但是呢我们 就应该直接谴责那个人有问题 对不对 而不是应该去谴责那个超市的老板 为什么要卖刀 坦白讲超市 打开门做生意 他就是为了人们提供便利的 当然有的人买菜刀回去切菜了 有的人买菜刀上去就砍人了 你不能怪罪这个老板说 他为什么卖刀给那个犯罪分子 对不对 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人要犯罪啊 这个也是一样 滴滴只是一个给我们出行 提供便利的这么一个工具而已 有的人大多数人利用他来出行 或者利用他来赚钱 或者甚至有的司机可能利用他来当成一个谋生的工具 都OK 但是一样会有犯罪分子 把他用来当做一个犯罪的机会 这个是单个的一个恶性商人事件 没有办法防范 你哪怕提高再多的安全措施 他也还是会有的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件 坦白讲就是很孤立的一个事件 就好像比如说 每天上街会出现车祸一样 就是有人会生病 然后有人会怎么怎么样都一样 就是说你不能因为滴滴是一个工具 你就过多的 他因为这个犯罪分子利用滴滴这个工具 来实施了一些恶性的商人案件 你就觉得滴滴有问题 坦白讲滴滴有问题 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 我就想问一下各位 好 如果各位在网上发泄情绪 在网上声讨滴滴 好 这都可以 没问题 你可以发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滴滴有一天被封了 你的生活会因此更美好吗 你的出行会因此更方便吗 你的工作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司机的话 你的因为其他人作恶 然后你的饭碗丢了 你的生活 你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你的生活并不会因为滴滴被封了而变得更美好 而且你的生活或者你的出行只会因为滴滴被封或者滴滴停止运用而变得更糟 到时候人们出行可能又只能打出租车 可能又只能去坐黑车 对不对 到时候人们可能会又抱怨说 哎呦这个打出租车如何如何难打 然后出租车司机这个服务态度如何如何差 或者说出租车司机这个多么多么贵 或者说出租车司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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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里面的这个烟味多么多么难闻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滴滴是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互联网驱动的一个科技公司的话 他只会让我们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糟的 而且有大数据的管控坦白讲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如果网民反应这么大 我觉得网民有怨言可以 但是从这些怨言来看 我总觉得好像这个大多数网民还是很愚昧的去谴责滴滴 去谴责一个工具 但坦白讲工具并没有那么大的错误 我们应该谴责的是这个司机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们要找出这个原因从司机的这个源头就尽量让这个犯罪率控制到最小 而不是去谴责一个工具应该怎么样 工具如果变得越来越麻烦的话 他的使用的人群就会越来越少 比如说如果现在滴滴再加上50条限制这个司机加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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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款 那司机只会越来越少 司机越来越少导致我们上路的车也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的话就导致你出行的成本越来越高 以前可能举个例子 以前可能有1万辆滴滴在路上行驶 这个价格你可以接受 那如果滴滴公司强制说提高了门槛 比如说提高几十条门槛我不知道 然后呢可能是街上可能就只有3000辆出那个滴滴车辆能为你服务 那毫无疑问价格可能越来越高 所以老百姓的出行只会越来越麻烦越来越贵 我在这里并不是为滴滴来找理由说怎么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大众不应该把这个重点放在谴责滴滴出行这个交通工具这个方式上 而是应该想一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提前 比如说预知来提前防范这个风险 而不是总是谴责滴滴怎么怎么样 好吧我今天想和大家聊到这里 然后我知道我们不会一直持续关注这个新闻 因为今天说是工作组已经进入滴滴了 然后准备要开场调查了 我觉得后续如果滴滴真的如果要停止服务的话 大家出行可能只会越来越麻烦了 到时候网民估计有点抱怨说 这个出行的困难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各位可能就是你知道 其实这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各位